大家好呀,欢迎来看敏仇 20多岁的明星喜欢上50岁大婶 并按照大婶的条件公开了择偶标准 不久前,威靖和志雄三人闯进东河医院寻找证据 就在威靖险些被白院长发现之际 护士拿着林顺的血检报告来找白院长 白院长神色凝重,匆匆离开 威靖这才逃过一街 威靖悄悄溜到走廊 发现被关在药物室的搭档 正在张牙舞爪地求助 为了救人,威靖哈了一下拳头走进卫生间 很快一阵女人的尖叫声传来 威靖顺利抢到门禁卡 将搭档救了出来 二人匆匆跟志雄会合 坐上车扬长而去 行动有惊无险,收获破风 可威靖却坠坠不安 不明白白院长为何要验他的血 但从白院长的言语中可以听出 他跟林顺阿姨有关系 回到检察厅 威靖去打探白院长的消息 却得知白院长请了几天假 这更让他担忧 询问志雄对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志雄看出他神色异常 关心了几句 威靖知道一旦说了林顺阿姨的事 他的身份也会暴露 便没有再说下去 男星拿着咖啡来找威靖 威靖表示这副老年身体 不比年轻人 各种技能下降 喝了咖啡晚上会睡不着 还说起了自己正在找猫 得知此事 男星答应帮忙 将寻猫启示发在了个人社交网站上 大明星的影响力非常大 很快就有人留言看到了一只极其相似的猫 两人来到约定地点取猫 担心男星出现引起骚乱 威靖让对方在车里等自己一个人去 威靖看到提供线索的是一个年轻女孩 他询问猫在哪里 谁料女孩提供的是虚假信息 为了救世见男星一面 威靖怒斥女孩没有道德 就因为她的一句话自己跑了三个小时 女孩不屑一顾塞给威靖几张钱便扬长而去 另一边 闺蜜在路上遇到了志雄 自从那晚的亲吻后 威靖和志雄没有半点进展 闺蜜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为了当助攻 她主动邀请志雄来自己家聊聊威靖的事 两人刚坐下 威靖就打来电话 闺蜜故意开了免提 不料却听到电话里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闺蜜慌忙走到一旁 询问跟她在一起的男人是谁 威靖不知道这边的状况 让闺蜜转告父母 她今晚不回家住了 志雄听了 一口水差点吐出来 她希望闺蜜劝说威靖 一个女人在外面住太危险 闺蜜则认为危险的应该是那个男人 志雄担心 吃醋 各种情绪翻滚导致她彻底失眠 她想用定位查看威靖的下落 又觉得这样做不道德 纠结半天 终于给威靖打去电话 可接听电话的却是男性 原来威靖正在街上询问路人 有没有见过那只猫 手机放在了车里 听到男性的声音 志雄彻底不淡定了 偏偏男性有意气他 话里话外都显示出 自己跟威靖很亲密 跟威靖分别时男性深情注视着威靖 表达了感谢 刚刚威靖见提供虚假信息的女孩时 男性也下了车 还看到威靖将钱捡起来 塞回女孩手里 并鞠躬拜托女孩 以后请继续支持男性 男性心里很是感动 对威靖的喜欢也越来越深 次日 志雄和搭档查到 要犯将一批药物埋在了五峰山 两人立刻驱车前往 但看着高耸入云的山顶 顿时软了腿脚 搭档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叫来了有经验的威靖 威靖拿来登山绳 一人发一根 搜一下拽着绳子 开始往上爬 志雄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 差点丢了半条命 他为当初命令威靖在规定时间内 往返五峰山而道歉 威靖气定神闲 请来隐居在这里的高人帮忙一起挖 志雄按照大概位置 给两人分配任务 不料一回头 根本没人听他说话 威靖和高人已经挖了起来 很快 威靖挖到了被买起来的药物 志雄小腿打扎 商量顺着路走下山 威靖却要赶在日落之前回到家 不顾志雄劝阻 又搜一下 顺着绳子划了下去 回到检察院 志雄将药物和在白院长处搜出来的药 一起拿去检测 搭档却开小差观看男星的采访视频 听到男星说不介意 找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 搭档瞬间握紧了拳头 脑补了一场动手修理男星的大戏 见志雄突然出现 搭档赶紧关了视频 志雄却命令他返回刚才的页面 搭档重新打开男星的主页 但这次点开的是男星发布的寻猫启示 旁边写着希望可以帮他喜欢的人找到猫 二人以为男星脚踩两只船 一边对大婶示好 一边又说有喜欢的人 就在这时男星又来找威静 上次听威静说身体机能下降 男星买来了很多保健品 当即让威静吃了一颗 搭档看到这一幕更加心塞 男星告诉威静 昨晚志雄给他打了电话 建议他回过去 威静想的确实 如果志雄想找自己会再打过来 见威静态度冷淡 男星高兴地边走边跳 不料却遭到了搭档的死亡凝视 搭档将男星带进酒吧 先是提醒他跟大婶不合适 几杯酒下肚又嘱咐男星 千万不要辜负大婶 眼看搭档醉成了一堆烂泥 男星有些束手无策 此时志雄看到了粉丝传到网上的照片 很诧异搭档为何跟男星在一起 立刻给搭档打电话 男星接听电话告诉了地址 志雄很快赶来 将搭档扶上车 看到后面有很多狂热粉丝 志雄让男星也上车 情敌共处一室 气氛尴尬 男星主动询问志雄跟威静是什么关系 他可不喜欢介入别人的感情 但志雄始终没有回答 回到家 志雄反复想起男星的话 他不想将威静拱手让给他人 再三纠结后 给威静打去电话 可威静的手机却是关机状态 原来威静也在等他的电话 一直没等到 越发心浮气躁 索性关了手机 就这样阴差阳错 两人失去了沟通机会 第二天 男星上班时又收到了匿名信件 上面还是一样的话 中老年时牺牲 有人隐瞒身份 男星将信放进碎纸机 越发担忧威静的处境 而志雄鼓起勇气来找威静 追问他为何频频跟男星在一起 本来是吃醋 可威静听在耳里认为 志雄在审问他 志雄见气氛不对 解释闺蜜找过自己 称威静只要喝醉了 就像小狗一样抱着人就亲 希望志雄不要误会 志雄以为这是威静跟他保持距离的原因 表示自己不会误会 这句话反而让威静理解为 志雄在变相拒绝自己 气得转身进屋 志雄走到一半 恨自己笨嘴笨舌 掉头回去想直接跟威静表白 不料谁看到男星先一步跟威静表了白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是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